看起來剛剛可愛的對不對 有沒有很可愛 乾杯!Cheers! 乾! 今天要幫他做一個展開花刀 就是 這上面叫細切粗屁 Hello 大家好我是Mana 我的頻道都跟美食有關 如果你也喜歡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看了影片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覆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小創意 就是金杯蝦鬆 如果你也是喜歡做料理的人 一定常常都會買很多的道具 像我家就是很多道具 我看到什麼我就會很想買來玩 那這個是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 就會 哇炸這個金杯超好玩的 金杯蝦鬆你可以先組裝好 然後登上桌 或者是讓大家自己DIY 你可以把殼都分好 然後把料分一邊 大家依照喜歡的方式去填充進去 就是自己的金杯蝦鬆 今天呢就帶大家用這個金杯來做 金杯蝦鬆 雞蛋豆腐是我們家小孩很喜歡吃的 這邊的做法會像老皮嫩肉一樣 要用高溫油炸 炸到表面金黃充滿香氣 不過要切成小丁才能放到金杯裡面 切法跟大家分享 雞蛋豆腐可以先從中間對半切 再等份切成四層 先切成條狀 之後再轉向切成丁 大約切成0.5公分的小丁就可以 油炸吃多了比較膩 裡面放一些生菜增加清爽 營養均衡 原色也漂亮 生菜一樣先切成長條狀 再轉向切成小粘丁 別忘了留一些生菜做裝飾喔 紅蘿蔔一樣切成小丁 先把紅蘿蔔修成方塊 修下來的可以煮咖哩炒菜 變成方正的塊狀後 先切成有一點厚度的片狀 紅蘿蔔的質地比較硬 小心慢慢切 切成有一點寬度的條狀 之後再轉向切成小丁 份量不用太多 一小塊紅蘿蔔就可以切很多 蝦子我喜歡買帶殼的回來自己剝殼 蝦肉前端比較厚的部分 先對半切之後 再切成小丁 尾端的部分不用對切 這樣讓蝦肉大小一致 能等烹調的時間才會一樣 切好的蝦肉丁做簡單的去腥調味 加入少許的白胡椒粉 一點點的鹽巴提味 一點點的米酒去腥增鮮 刷一刷蝦肉 讓調味均勻沾上 接下來調金杯粉漿 再來米粉100克 太白粉20克 麵粉30克 先攪拌均勻 加少許的鹽調味 再攪拌均勻 加入一顆雞蛋 攪拌一下 成塊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加水 清水一杯200毫升 慢慢分批加入水 讓水慢慢的跟粉混合 所有水加入後變得很稀式正常的 加入一小匙的沙拉油 準備濾網過濾粉漿 把裡面的顆粒濾掉 讓粉漿像絲綢一樣滑順 備好食材準備油炸 金杯先放到油鍋內 中火加熱 粉漿移到油鍋旁邊方便操作 加熱後的金杯放到粉漿內 這時候會聽到嘶的聲音 粉漿已經黏上金杯咯 下鍋油炸 炸到定型後用叉子小心取下 取下的金杯可以炸到金黃再撈出 近距離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加熱的金杯沾上粉漿後 放到油鍋 好療癒啊 小心幫金杯脫殼 準備炸雞蛋豆腐 魷魚溫度比較高 豆腐的水分也比較多 記得炸油不要超過鍋子的一半 避免下鍋後油會溢出哦 看起來根本就是迷你版的老皮嫩肉啊 光是這樣感覺就很好吃了呢 放到廚房紙巾上吸油 接下來繼續炸紅蘿蔔丁 炸到變成橘黃色就可以撈起吸油咯 因為體積很小 油炸的時間很快就好咯 換蝦仁丁準備下鍋 會有一點黏是正常的 邊炸邊把蝦仁丁壓散 最後組裝填充就完成咯 現在要來試吃啦 剛剛呢我先把這四個內餡 拌了一點美乃滋 看起來超可愛的對不對 乾杯乾杯 皮很脆耶 搭配剛剛我們的蝦 炸下去很像蝦米有沒有 蝦米花 蝦呢我本身有用一點米酒 跟一點點的鹽巴 還有白胡椒去醃它 所以蝦本身有點鹹味 那台灣的美乃滋是有一點點的甜 如果你不喜歡甜味的美乃滋的話 可以去買不甜的美乃滋來做一個搭配 因為金杯用炸的 所以我其他的配料全部都是用炸的 這樣子一鍋炸起來是比較快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有點解膩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再加一點點的檸檬汁 喜歡我們這一道金杯蝦瘋嗎 如果你在家呢也有做出這一道料理 別忘了FB Tag我們 搜尋料理女王陸喬音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都會跟大家一一回復一一互動哦 我們下次見掰掰